救護人員火速趕到現場 就停在公車站旁 因為有女子在等車時 竟然遇到隨機攻擊 直接癱軟 坐在地上 公車一班接著一班 當時連附近店家也才剛開門 就停到有人受傷倒地 發生隨機攻擊的地方相當熱鬧 在台北市南京東路的南京公寓站 不只是北市公車 也有從基隆來的客運 來往人潮多 甚至再往前走 不到50公尺就有市場 有女子從基隆搭的客運 搭到了南京東路上 要在南京公寓站 來等公車轉到中山站 但沒有想到忽然遭人 隨機攻擊 直接朝他正面來 才短短幾分鐘被人攻擊 導致他臉部有0.5公分撕裂殺 上汗骨骨折流鼻血上唇挫殺 停到一旁邊就是 可能是目擊者 就是一個阿嬤的聲音 他是說就是好像有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很走開 然後我就好像被打就倒在地上 明明自己跟平常一樣 要搭公車去上班 居然在大馬路上被人攻擊 據瞭解啊 這個范賢啊 以為這個在車上不明原因 辱罵被害人 自發聲口角 目前啊 警方正調閱相關的監視器 追蹟犯險啊 並且啊 這個已經掌握犯險身份 到底有沒有發生爭執 是誰動的手 女乘客表示自己根本不曉得 因為連臉都沒看到 只是南京東路上 公車這麼多 嫌犯隨機攻擊 就怕又有下一個受害者 今天新聞 葉宇君吳俊瑋 台北採訪報導 我來看看